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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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说你想不想尝试一下敞篷车 但是后来吧 这个车它当时没让我赔 而且还不提 就好像这个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搞得我特别慌 我天天提心吊胆的 我就琢磨呀 你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良心发现了吗 不应该呀 你说当老板的哪有那碗 站着 到最后啊 到最后 这个事我思来想去 只有一种可能 他暗恨我 他暗恋我 哎呀 当时啊 我一下子就想通了很多事情啊 怪不得呀 你说他为什么半夜三点还给我发微信 想我 哼 男人 想我 太可 这疫情故纵 然后吧 我就把这些事跟我妈说了 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 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 姑娘 你老板喜不喜欢你 妈不知道 但是我听你说完 我感觉啊 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 你有可能是习惯你老板呢 我当时一听真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 完了 两情相悦了 真的哎 这个秘密让我发现之后啊 我可真是太快乐 我有时候上班 我想着想着我都能笑出声来 我同时说雪芹你笑啥呢 我心想还雪芹 珍惜这段时光吧 过几天你就得管我叫老板娘 哎呀 那段时间呢 我真是有一种铁树开花的感觉 我天天观察我老板 我天天观察我老板 寻找他爱我的证据 结果证据没找着呢 我老板给我骂一顿 他说我不好好工作 天天鬼鬼祟祟的 说啥就要扣我工资 哎呀 给我气的呀 你们说这男人啊 多有意思 还没结婚呢 就会从媳妇手里扣钱了 后来我一看 这老扣钱也不行啊 你说他老管得欲行故纵 我也不能一直守住戴兔啊 要不我也故纵一下吧 我又跟他说 我不干了 然后他看了我半天说 可以 我就懵了呀 这不闹呢吗 我本来想声东击西 这怎么还打扫惊蛇了呢 那什么 你不挽留我一下吗 咱俩到了这老些年 除了工作 你想想 咱俩之间就没有别的事吗 我老板说 啊 对 我想起来了 我从德国呀 订的那个配件到了 你赶紧把我车修了吧 谢谢大家 我这期 我就不脱鞋了 你们看一下啊 对 那个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 不是同类那就拉黑 我最近越来越感受很深刻 我最近感觉跟身边的人 那个代沟越来越大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我今年已经18了 对对对 真的 就是一般就喜欢这样说话的 你知道吧 都是三十好几的 而且我觉得啊 就是三十岁是一个很神奇的年纪 就有一句俗话说什么 男人三十一朵花 哇 我觉得这句话 真的非常的荒谬 你有没有发现 男人这朵花 他过了三十之后 他往往都是 幽光满面 肥头大耳 但是他们都特别自信 你知道吗 哇 成天就拍着自己的肚子 啊 将军肚 但是女人过了三十岁以后啊 她反而会特别努力地 去保养自己啊 运动啊 健身啊 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 因为呢 你身体有深深的危机感 你就生怕失去那个丑男 而且我觉得啊 就是俗话又说啊 女人三十 豆腐渣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好像他把你说的啊 一过三十岁生日之后 你就立刻判若两人 哇 三十岁之前你是豆腐西施 一过三十岁 立刻没有人愿意吃你的豆腐了 你就变成了豆腐渣西施 所以我说男人对女人的年纪 是非常介意的 就是男人啊 他看到那种长得很漂亮 但是呢年纪有很大的女人 她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他看见这种女人呢 他往往会想着 哇 好漂亮啊 可惜了 很多那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啊 如果说女主角的年龄超过三十岁 这个故事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你想象一下 泰坦尼克号上面 Rose在跳海 Jack特别着急 看着人跑来 美女 你看多大你就要跳海 三十多了 三十多了 You jump I'm young Too young to jump 所以说作为女人啊 就是人过三十之后 你会突然发现 你跟身边的人再也不是同类了 就是老女人这三个字啊 是他们对你最恶毒的评价 就是如果你跟他们吵架 哇 你可以很理直气壮地骂他 你幼稚无耻愚蠢恶毒 然后他转过来跟你说 哼 你个老女人 说得对 我敷个面膜回来骂死你 而且呢 我觉得女人过了三十之后 她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说她的年纪的 但是你要是硬要问她 她就会装作很俏皮地告诉你 哈哈 我十八岁啊 你记得注意一下啊 她这里一定会加一个哈哈哈哈 这里呢 一个哈就代表三岁 就所以说她有可能会跟你说 哈哈哈哈 18岁啊 但还有可能告诉你 哈哈 25 所以说啊 你要是问一个八十都算老奶奶 你知道吧 她就会告诉你 我的药呢 所以说小时候啊 我经常觉得三十岁是一个很可怕的年纪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因为你到了三十岁之后 你会发现 你对生活的选择多了很多 所以说如果有时光机的话啊 我依然不会回到过去 但是呢 我会告诉时光机 把我留在三十岁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让我到四十岁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这是我第二次录脱口球大会吗 上一季我也录了 然后大家应该认识 应该看过我吧 如果你不是只看了半决赛和决赛的话 那你应该就看过我 对 我上一次参加了四次 四期得了两次倒数第一 然后本来以为录节目嘛 能收获一些名啊 利啊 那结果只收获了两次倒数第一 但是我虽然没有进半决赛 但是大家都认识我了 然后也记住了我的段子 所以他们私下见到我的时候 都会特别热情地说 杨丽 你为啥没进半决赛啊 是因为不喜欢吗 我能看出你们有的人 连这个段子也忘了 你知道吗 也是录完节目们 也会接受一些采访什么 但是我真的不适合那个工作 因为我发现我会很有那种冲动 说出一些特别不合适的答案 就他们问完一些问题以后 我特别下意识地想说 关你啥事 你知道 但是我忍着 我跟你说艺人不能加 你知道 而且他们有的问题真的太难了 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比如说为什么这个行业 女突口秀演员这么少 我哪知道啊 问我干嘛 你咋不直接问我这个世界贫富差 就为什么这么大呢 这太难了 我要为这个事负责吗 又不是我把其他女演员挤走的 你去问斯文呢 而且我没想到他们今天连斯文都想挤走 而且就这几个女演员你们还分不清呢 录完以后有多少人来问我 我说你在车间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一个行业女生少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吗 很多行业女生都少 比如说在现在最现代化国际化的行业 复仇者联盟里 最开始六个超级英雄 是不是也只有黑寡妇一个女的 而且这个组织还敢叫复联 最令人生气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你知道黑寡妇的超能力是什么吗 我特意去网上查过 黑寡妇啊 她因为被苏联的军方 特别精密的基因技术 特别用心的基因改造过 所以她衰老的速度比别人慢很多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超能力是要怎么拯救世界呢 是把坏人活活熬死吗 没有了 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别的努力的 他们除了延缓了他的衰老以外 他们还顺便给他做了绝育手术 我真的忍不住要怀疑了大哥 你改造他真的是为了让他战斗吗 你就是想留住他的身材吧 要是为了战斗 你就把它改成灭霸那样呗 那战斗力多强啊 而且跟绿军人谈来还特别般配 除过结婚 除过结婚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女性的幻想就永远是年轻 漂亮身材好 为什么女英雄她就不能老呢 她怎么就不能是老人 她为什么不能六十岁 对吧 你知道吗 就是宝金沧桑 利金风霜 头发滑白 两眼放光 一些高级的喜剧技巧 她身材虽然不像原来那么完美了 但是她往那一站一人很有气势说 我看哪个孙子要毁灭地球 先问问奶奶我答不答应 你看啊 她叫别人孙子都不是为了骂人 只是单纯的出于年龄和背分的东西 多酷啊 但是就不能这样拍 这样拍观众就不乐意了 观众会说 我不想看这个 我想看的是黑寡妇 不是真寡妇 但是不要这样 不要对我们这么苛刻 而且你仔细想想 黑寡妇就注定是真寡妇 因为她太能活了 没有一个男人能走在她后面 但是我虽然老抱怨 我作为一个女生 我有时候想到这些 我就很烦 但我其实知道 我其实处境没有那么惨 我有很多选择 只不过我没选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节目 我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我 努力写写不出来硬写 像这些男演员一样 但是 但是其实我也可以选择不写了 我就直接不写了 然后等有空的时候 去敲李戴的门说 敲成功的门 敲成功的门也可以敲 不要敲门 不要敲门 我写不出来 起句太难了 收 对 你再也不开门 我就去敲成路的 成路也不开 我就去敲建国的 我一路敲到底 敲进总决赛 脱口秀敲门人 开玩笑的啊 不能这样 这样就不公平了 我们一定要凭实力站在这儿 你知道吗 凭实力战胜他们 如果实力不行 我们就靠运气 如果运气还不行 我们就靠寿命嘛 像黑寡妇一样 我们好好活着 对不对 而且你看这些男演员身体也都不太好的样子 你知道吗 吓死吧 吓死吧 可以吓 将来有一天 就要轮到他们来问我 说为什么这个男演员这么傻 我就可以骄傲地说 都被我熬死了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赵慧 你们好热情 是不是觉得我出现在半决赛特别突兀 其实我参加半决赛之前 我问导演组了 我说可不可以退赛 我说一个成熟的节目 肯定要有一个人退赛的 当时导演组跟我说 你这个咖位不行 其实我也写不出来东西 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 怎么选都对 我觉得这不就是随便都行 都可以的意思吗 也不知道怎么写 我想了一下我创作最大的瓶颈 就是我的生活太平淡了 我没有结过婚 也没有上过热搜 我感觉我到现在为止 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 就是高考和找工作 因为我高中学理科的 也不是我选择了理科 主要是文科放弃了我 我觉得文科太难了 你简大题写一堆字 一分都没有 你理科写个解字 还有那么零点五分 对吧 然后你理科那些题目分析 他都告诉你 A B C都是错的 所以选D 文科那些分析总是写 A B C也对 但是D更对 我每次看完A 我觉得挺对的 但是我不敢选 我觉得等一等 我值得拥有更好的 我也是高中的时候 开始脱发的 我觉得就是蚂蚁森林 都能把沙漠变成绿洲 它能不能想办法 拯救一下我们这些荒漠化的头顶 我觉得可以搞那种 就是你每天走一万步 然后就可以积一百克黑色能量 你积够一千克黑色能量 就可以给自己植一根头发 每天熬夜到凌晨一两点 就不要太焦虑 虽然脱发了 但是你可以去偷朋友的黑色能量 帮自己植回来 然后就是毕业的时候 大家不是都面临一个选择吗 就是在大城市打拼 还是回老家等父母安排 我没有这个焦虑 因为我回老家 父母也安排不了 就我回老家感觉选择更少 就是那些工作机会 已经被别人的父母都安排完了 然后其实我找工作的时候 就特别不顺利 因为我挺不会面试的 我有时候真的想不通 这些面试官在想什么 有一次有一个面试官就问我 说如果你的上司 和你的父母发生争执 你怎么办 我就想我的上司 啥时候能跟我父母发生争执 我想来想去就一种可能 就是我上司 非要娶我 但是我爸妈不同意 还有那种无领导小组面试 你们参加过吗 我觉得这种面试特别叛逆 无领导小组面试的第一步 就是先选一个领导出来 然后这个领导就会组织 大家讨论啊 然后可能还会帮大家 总结一下这个结论 总有那么一些人 意见跟别的人都不一样 但是话特别多 还有那种人 领导都总监发言完了 非要站起来 我还要补充两句 就我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能被选上 后来我想通了 就是这种人在团队里 可能让其他的人更加团结 其他的人会背着他们 拉一个群 聚餐 唱K 骂他 我能被现在的公司录取 也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 这个无领导小组面试 我正式工作了以后才发现 我们团队不需要讨论 我们有一个领导 他说啥就是啥 也根本不存在 他说完以后 谁站出来补充两句的情况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谁补充 谁干活 然后我在汽车行业工作 很多人就问我 你怎么不去那个那个那个公司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凡是你们在街上能看到的车 不光是轿车 包括卡车 公交车 摩托车 我都投过简历 给我的答复都是 您已进入我私的人才库 我甚至投过淡总的公司 给我的答复也是 您已进入我私的人才库 就这次来录节目的时候 导演组通知我说来录节目 是这么跟我说的 就你一个人啊 来上海 包吃包住 李淡知道吧 就是我们这儿的 哎呀你来就行 来几天就能带你挣大钱 我听完我都不敢来 我觉得这是搞传销的吧 然后他们就 我就问他们 你们是从哪知道我的个人信息的呀 然后这个导演组的人就说 从我们的人才库里 我说你可能不太清楚啊 我进过的人才库 比李淡喝过的酒都多 我就没见过哪个公司 从人才库里划了人才的 然后那导演组说 不是 我们这是个正经的线上节目 我说啊现在这么嚣张了吗 当下线还要到线上节目去 收回主题啊 强行总结一下 就怎么选都不错 其实我觉得吧 有的选就不错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大家好 我是余文文 我是一个歌手 也是个演员 还是一个体面人 体面这首歌呢 是我为前任三 再见前任这个电影里面的 女主角林佳所写的 我觉得林佳这个角色 和这个电影里面的男主角孟云 他俩就是特别可惜 特别可惜的一对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两个死要面子 活受罪 为了面子不沟通 最后导致的分手 本来这两个人 是应该抱在一起 过一辈子的 结果呢 俩人抱了面子 过了一辈子 我跟林佳就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呢 非常爱吃芒果 我对芒果不过敏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在爱情方面 其实没那么爱面子 我是一个特别直接的人 我喜欢一个人就会 很主动地去追 我会尽量去多制造一些 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机会 给他一点主动权嘛 但是没有追到呢 也没关系 因为天空没有留下过我的痕迹 但我追过 我觉得爱一个人很难 难在哪呢 难在沟通 《前任三》里面的故事 就非常非常的 具有代表性 我不知道大家 很多 我观察很多情侣 都会因为一些 特别小的事情而吵架 最后导致 两个人分手了 然后两个人就归咎于 大家性格不合 但其实每一个小事 他们都没沟通好 堆积起来 最后导致一根稻草 压死了一个骆驼 然后还要怪这只骆驼 你怎么这么经不起考验 我就不会跟我的骆驼不沟通 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很久之前 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有骆驼啊 我就觉得两个人谈恋爱 一周至少得 起码得见五天吧 算是一个正常的恋爱关系 然后对方就说不行 我就只能见三天 我这还得工作呢 我不能天天把这心思 都放在谈情说爱上面 然后我就 我说不行 至少得五天 然后他说最多就三天 最后我俩讨论了两天 没谈拢 分手了 你看这种沟通 其实就很有效 这样的分手 这样的分手 才是真正的 因为性格不合而分手 就很体面嘛 当然我也有非常不体面的时候 就我小时候谈恋爱的时候 我可能就哭嘛 我哭啊 我闹啊 我拼命给他打电话呀 但那个时候 我其实我就一个目的 我就是想证明他错了 我那个时候 我的心态就不是复合 而是复盘 爱一个人很难 还难在你不可能找到一个 跟你一模一样 完全什么事情都跟你同步的 这样的一个人 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有一方先去付出的 先去让步的 女生 咱们别老抱怨男生 我们一生病了 他们就让我们多喝热水 咱想想咱自己有的时候 对方生病了 不舒服了 我们连热水都没让人家喝 所以我觉得咱们就都公平点 咱以后都别喝热水了 感情就是这样 我觉得在一起就要体面 我们在演艺圈里面 爱一个人就更难了 经常一周有五天都不在一起 剩下两天还得坐飞机见面 一遇到天气不好了 就会很受挫折 感觉即使两个人再相爱 但这段感情上天都不同意 而且即使在一个城市里面 也不一定都在一个戏上 往往就是我在这个戏里面 跟这个人谈恋爱 他在那个戏里面 跟另外一个人谈恋爱 正到我们俩该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怎么还没戏里面谈恋爱 谈甜蜜 好想回去工作 爱一个人非常非常难 所以前任三拍了三部 当然我那部成绩还可以 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私心 就是希望这个电影呢 就别再拍下一集了 就要不然就把前任三的经典 给超越了也行 对吧 别堆砌怀念 让剧情变得狗血 深爱了多年 又何必毁了经典 行了 歌我就不唱了 再唱就真的毁经典了 谢谢大家 我是余温温 大家好 我是杨丽 还是受影响了 受影响 就是都在录节目嘛 然后真的是很不适应 最不适应的就是化妆 尤其是我们女生 化妆时间又长 每次都化两个多小时 我平时就化十分钟 我就出门了 所以现在化妆 我连坐都坐不住 我平时在家 我都是坐一会儿 躺一会儿 劳逸结合那种 就是这种强度 我真的受不了 就两个小时 我都有一点理解了 为什么有一些女艺人 显得那么没有文化 天天这么化妆 哪有时间学文化 而且 你知道我认识的 有文化的 最有名的那个 脱游秀男演员 你感觉他每天 清醒的时间 都不到两小时 最可记的是啥 就是我坐半天 化完除了这些男演员 见到我第一句 不是你真好看 而是你化妆了 我想请问 有哪个女生化妆 就是为了让你看出 她化妆了 你疯了 你知道正常的流程 应该是我一出来 然后你们就说 你今天真好看 然后由我来说 那是因为我化妆了 但是现在我一出来 你们就说 你今天化妆了 那我咋办 我只能说 对 我今天真好看呀 你知道我长相 虽然不丑 但是 怎么了 你知道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能当艺人 就在我的印象里 都是那种 长得特别好看的人 才能表演 你知道吧 我唯一一个 跟表演有关的梦想 就是我想当演唱会 后边那个半唱的 就是当那个主角 站在舞台的中间 然后各种灯光 滑服打在他身上 然后各种辉煌 然后我就站在黑暗中 穿一条黑色的裙子 一直这样 然后当那个主角 唱累了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 我觉得这个挺好 这个看起来工作量 也不大 对吗 就是 但后来也没做成 你知道吗 因为我长相 虽然过关了 但是我五音不全 我从小就知道 我长的是那种 很普通的人 你知道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喜欢上我们班 一个男生 我特别喜欢他 正在我鼓足勇气 要跟他告白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 来我家告诉我 他说 杨丽你知道吗 你阿脸的那个 谁是谁 和咱们搬花好了 你知道当时 我特别难过 我想说 咱们搬花 不是我吗 你们能体会我那种难过吗 我当时觉得不可能啊 我就是我们 长得最好看的呀 我妈就这么跟我说的 我妈妈 不可能骗我呀 你知道 就是 长相普通的女生 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我们都爱看偶像剧 因为偶像剧 会让我们变得很自信 就这种剧看多了 导致我在那种 长得很好看的女生面前 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 你知道吗 我都说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不过就是个配角而已 我才是故事的主角 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偶像剧里的主角 一模一样 不仅长相平凡 而且脑子还不好使呢 你知道他最爱人的是 他会灌输给你一种 很奇妙的价值观 然后我从小就觉得 一个女生 要是想嫁给白马王子 走上人生巅峰 拥有幸福生活 不用掌握任何生存技能 这样善良就好 我跟你说 我超善良 然后现在 剃了头就能出家了 而且 而且善良可能 对你的生活有很多帮助 但是对你的择偶 没有任何帮助 你知道吗 因为你没看过一个女生 在夜店你知道吧 跳着跳着舞 然后一个帅哥走过去 他就说 哎呦 我觉得今天 我一定要让他见识一下 我的善良 乱扔垃圾 没有任何作用 而且随着越长大 我们对外貌的焦虑 越来越重 有一阵我每天出门 都要带一本书 不是为了看 就是为了显得我与众不同 尤其是坐地铁的时候 你坐着坐着 然后就一堆女的就进来了 长得特别好看 腿也好看 脸也好看 头发也好看 哪都好看 但这个时候 我一点都不慌 我就拿出我的书 站在他们中间 心里充满了自信 想说 你们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我拥有灵魂 真的就是 而且你就觉得 我是不是做什么 都是为了取悦别人 而且现在有些男的 也这么想 你知道吧 我有一个朋友 男生 他有一天跟我说 杨丽 为啥我从来没有嫌弃过 我女朋友胖 她依然要减肥 我说是因为 你女朋友减肥 不是为了取悦你啊 女朋友减肥 是为了换了你 你以为减肥很简单吗 你知道我们女生 站到跑步机上 那一刻就觉得 今天的运动量 好像够了吧 再动可就要出汗了 妆就要花了 可为什么要减肥 她一定是晚上的时候 睡不着觉 你知道吧 看了旁边的你一眼 更睡不着了 像说 我的人生 为什么会落到 这步田地 我到底哪一步走错了 我真的得赶紧减肥了 要不然最后 真的要嫁给她了 我真正开始 有一点自信以后 是我开始说 脱口秀以后 我觉得我长得挺好的 但是我不是说 她们长得难看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长相 是那种你知道 刚刚好 不会被别人 忽略我才华的程度 尤其我是做喜剧的 我不能再好看了 你知道再好看 我就不好笑了 现在就有些过分了 我觉得 就是 有些限制我 所以我现在 就满意 我没事就对着镜子 端详我自己 我想说 长得这么普通 真好 这要是长得 无心那么好看 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然后现在我就是 从事脱口秀嘛 然后就做演出 总站在台上 你知道吧 我有时候就觉得 可能偶像剧里 不像我想的那样 全是骗人的 你知道吧 也许 长得普通 真的不能嫁给 白马王子 但是长得普通 可能真的 也能当主角 你知道吧 哪怕只有几分钟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Ella 我跟我爸妈呢 向来都是有话直说 毫无忌讳的 有一次 我带他们俩出去玩 在车上聊天 聊着聊着 我突然就问他们说 爸爸妈妈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哪一天你们走了 你想葬在哪里 我爸妈没生气 反而跟我讨论了起来 他就说 家伙 我觉得 你们当艺人 压力很大 而且坐席 一天到晚都不正常 而且又那么常常坐飞机 有可能 是你比我们先走哦 要不然 你要不要先说说 你的想法 我就说啦 我如果走了 我不要住公共凌园 我不要住在 不认识的人隔壁 你们呢 就把我葬在 老家后院的那棵树下 我妈一听就说 这个想法不错 那我也要住那 我爸一听说 你要住那 那我也要住那 于是我们三个人 就争执不下 最后我们决定 先到先得 我认为呢 跟父母沟通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 就是 把你心里的想法 说出来 主动地引导 不要用叛逆 还有逃避的心态 去面对你们沟通中 所遇到的问题 简单地说呢 就是 在跟父母沟通 这件事上 你们要怎么样 要把自己想成 你是他们的父母 一直以来 我都是一个主动 表达爱的人 我对于敬重的长辈 我会主动地 拥抱他们 我也会跟爸爸妈妈说 我爱你 有一次呢 我就逼我妈说 妈 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我爱你 说 你快说 于是 我就像一个霸道总裁一般 女人 快说 我爱你 说 哎呀你别这样啊 我老公在呢 放心 一会就轮到你老公了 快说 我妈 只好无奈地说 啊 好啦好啦 我爱你啦 我爱你就我爱你 干嘛说 啦 这个字加上去 就感觉很不耐烦 妈 你可不可以 好好地说一声 我爱你 三个字就好 于是我妈就很无奈地说 好好好 我爱你 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 sky 我之所以 可以跟我爸妈 有这样子的关系 是因为 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们 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说白了 就是放养 啊 随便养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 那 我妈妈必须要养猪 来贴补家用 她的工作呢 就是每天洗猪舍 喂猪 还要帮猪洗澡 于是我们四个孩子 在边上 每天看着她 洗猪舍 喂猪 帮猪洗澡 看久了 我们自然而然 就会照顾自己了 世上本没有独立的孩子 你养的猪多了 孩子自然就独立了 因为我妈 她平常养猪真的很忙 所以她每次送便当 到学校的时候 她是直接把便当 放在我们学校的围墙上面 也不管我到底拿到了没有 吃饱了没有 反正她的便当是送到了 所以呢 我们家的便当也是 先到先得 我进了这个娱乐圈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我爸妈 他们很关心我 有一次我上一个节目 我情绪突然崩溃 我就拿麦克风 敲自己的头 然后我爸妈看完播出之后 就立刻给我打电话 佳华 你如果真的很辛苦 你就回来养猪吧 顺便把Selina跟Hebe带上 我两个姐妹当然不同意啊 于是我们就各自开了公司 分别是认真美好 越来越好 以及进化娱乐 请大家多多关照 还有一次 我做了一个主持的工作 我被骂成是 史上最烂的主持人 我没办法 我不是那种 光是站在那边 什么话就不说 都可以主持的人 吴欣不好意思 我就直说了 不是不是 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好看嘛 你站在那里就好看 可是像我这种 没那么好看的 我站在那里不说点话 我就会看起来更不好看 是不是 好看 其实呢 我自己被骂 是无所谓 因为我是艺人 我习惯了 我能够接受 也可以消化他 可是我父母不一样 他们不见得受得了 果然 三天后 他们给我发短信 还不是打电话 是发短信 他问我说 还好吗 当下我心头一惊 我才发现 原来我自己好了 可是我的父母 并没有好 所以我赶快回他们说 好了好了 早就好了 上个月就好了 你们放心啊 我是不会回去养猪的 我现在也做妈妈了 我才知道 生孩子的痛苦 远远的超过 我之前的想象 而且产后 打个喷嚏就漏尿 还有 算了不说了 还有很精彩的啊 我在网上呢 分享了这件事情 有很多女孩子 就给我积极的留言 都说 我以为 稀里糊涂 噼里啪啦的就生了 现在 吓得我都不敢生了 其实我本来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 现在的医疗科技 是非常发达的 这些状况 都是可以康复的 而且 当你看到 你的孩子 健康 快乐地长大 然后听到他一声 小奶音 喊你一声 妈妈 哦 这一切都值得了 真的 现在的我很幸福 我有空呢 就会带着我儿子 进宝 回去乡下 看看他的外公外婆 看看 他们养的猪 让他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果然 现在自己会吃饭了 谢谢我的爸妈 为人父母 确实不容易 现在的我 特别能够理解他们 虽然在我的小时候 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我 可是 他们一直在做的就是 努力地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所以 我也要跟他们一样 努力地 把我的生活过好 让进宝 以后可以大声地对妈妈说 妈妈 我爱你 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谢谢大家 我是Ella 红色 我的幸运色 我歌迷都是红色 所以你们都是 不错不错不错 我今天我就不唱歌了 因为我怕我赢得不光彩 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是 北上广爱来不来 05年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当时我就 当机立乱选择了 来 就这样我就从贵州来到了北京 我以前特别喜欢 在屋顶上面唱歌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呢 我发现我找不到屋顶了 北京没有屋顶 我刚刚找到一个屋顶 我刚爬上去 哎呦 我旁边的人就特着急 就赶紧把我往下拽 都以为我要寻短剑呢 跟我说 何姐你唱歌特别好听 你快下来 然后最后呢 我越唱人越多 唱完他们全上屋顶了 都寻短剑呢 我以为你们不会笑呢 因为工作的原因呢 我经常在各个大小的城市飞 然后呢我在机场待的时间 比家里面待的时间还长 所以在我心里面 机场就是我的家 那好多记者都经常到我家门口蹲点 有一次呢 就正好在机场拍着我了 还配图跟我说 上面写的是 何姐腿这么粗 为什么还硬要穿短裤 好死不死 这条信息呢 就发到我自己手机上来了 其实当时我拍的时候 我是戴着口罩的 但没想到我还是被认出来了 你们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 我是娱乐圈第一个 光评腿粗就能被认出来的女艺人 在北京养孩子压力也特别大 尤其是我这俩孩子 一孩子哭 第二个跟着哭 我的妈呀 我身边啊 我感觉每天我就像背了两个大音响 而且还是立体环绕的 关键是 这俩音响啊 她没办法把电源给拔了 赶紧把她送到幼儿园 想把这份压力 我就转交给幼儿园的老师 但没想到 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呢 不止孩子也压力大 家长压力也特别大 在幼儿园开家长会 居然要说英文 不过这样的 幼儿园的教育水平 也是相当高的 不但培养了孩子的水平 也把家长的英文水平 也顺带练了 像我这种平时听力不太好的呢 每次开家长会 我都积极发言 开了几次家长会之后 我终于听懂了 Shut up please 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 尝试新鲜的人 特别喜欢过那种 没有过过的生活 然后经常想要 换到各种地方去住一住 但后来发现在 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呢 我根本就搬不走 因为北京有太多太多的 事情和经历 还有很多的回忆离不开 比如说 豆汁啊 炉煮啊 炒肝啊 还有那些屋顶上 需要我的人 北京就是这么一个 有魔力的城市 你爱来不来 但是 你一旦来了 就没有那么容易离开 因为你会不知不觉 爱上这个城市的 然后最后我想说一句 我刚想说什么来着 想不起来了 谢谢大家 我是河建 哈喽大家好 我是沉风破浪的黄胜一 大家都看沉风破浪了吗 骂我了吗 骂我了吗 虚伪 虚伪的人 每期节目播出 都有很多网友骂我 骂得我都想哭啊 但我又不敢哭 怕他们说我假哭 我在那个节目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好 具体是什么事呢 你们可能都忘了 我今天就来帮大家 回忆一下 我先是穿了一条 很夸张的长裙 然后别人给我提鞋子 给我拿牛奶 我都忘了说谢谢 今天我要在这儿 说一声 对不起 昨天我对你爱搭不理 今天我向你说 对不起 有人问我后悔吗 不后悔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选择了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 会不会穿那条裙子 我还是会穿 但是我会自己拿牛奶 刚才你们工作人员 还要给我拿牛奶 我说拿什么牛奶啊 你们这不是有 全氧乳配方的 蓝河绵羊奶吗 好氧奶 选蓝河 我都知道 那我自己去拿啊 人生就是会有很多选择 而婚姻就是一个很大的选择 我第一次见到我老公啊 也没想到会选择他 因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 就是很嚣张 很爱写外 当时他给我递的第一张名片 我以为上面会写着 什么集团的董事长 没想到只有四个字 霸道总裁 霸字还写错了 后来慢慢发现 他根本不是什么霸道总裁 他就是个铁憨憨 他送礼物的标准也很简单 就看有没有生殖空间 我让他买花啊 他说 别买 明天就谢了 要买就买这个古董花瓶 这个上面有雕花 不光不会谢还会伸直 当时我就记住了 这几个关键词 这个花瓶会伸直 好像是在说我 后来发现这个铁憨憨 还挺细腻的 有段时间我在横店拍戏啊 他每天会开三个小时的车 从上海到横店 然后再开三个小时回上海 我说 你没有工作吗 你这样成本也太高了 然后 他想了一下 就代资进组了 顺利地当上了演员 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 最长情的陪伴 是代资陪伴 我觉得挺好笑的呀 其实我很崇拜我老公 他真的不是网上描述的那种 没有文化的土豪 他是一个有深度 有生活 有知识的人 永远能给我展现 意想不到的一面 比方说他凭多年的收藏经验 成为了故宫 国务院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 就是那种 不用再职的研究员 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不再职都能做研究 这要是再职了 那还得了啊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结婚啊 结呀 怕什么 结了你就知道 婚姻其实并没有这么复杂 就是要相互信任 发现对方的闪光点 同时自己不断地前进 赢得对方的尊重 这就是 我为什么嫁给霸道总裁 还要出来工作 为什么被骂 还要出来乘风破浪 因为只有在外面 乘风破浪 才能在家里稳稳当当 谢谢大家 我是稳稳当当的黄胜一 你希望他挺甜的吗 特别棒 对啊 还能够往东北的 这不太有点像我 哎呦哎 怎么还得躲到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盲目崇拜啊 嗯 哎呀好 我是网见国的搭档 李雪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的主题是 是终点 也是起点 所以我这次 就先把稿子结尾给写好了 然后我就写了一些 中间的段子 最后我就想 那我开头讲点啥呢 哎 你看我现在开头 不就讲完了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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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就今天这个破主题啊 从里到外都透露着 节目组的阴险 好不容易到决赛了 告诉我们 终点也是起点 嗯 那咋的 驴拉磨呀 哈哈 龙共就这么几个驴 年复一年 一圈一圈拉呀 拉得好 他还给根胡萝卜 萝卜上面刻几个字 转圈大王 哈哈哈哈 哎呀 太好啊 哎呀 这个太好啊 这个好 哎呀 就要我说呀 是终点也是起点 这种老鸡汤 一点信息量都没有 你听上去感觉很有道理 但你也不知道 他让你干啥 这种话吧 都不如我姥姥的人生格言 我姥姥的人生格言是 人吃而屎会变哑巴 哈哈哈哈 你别看人家无凭无据 那你是不是有尝试一下 这冲动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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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一忍 忍一忍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人 到现场啊 不够起来了 现场有人挖了 所以说吧 我哲理这种东西 你必须得来源于生活 好比说我上回打车 司机说 右边修路了 左拐吧 完了十分钟的道 给我绕出来八十块钱 十三那起步价 剩下六十七 我买个人生哲理 左拐也是一种右拐 哈哈哈哈 这种人生哲理吧 你通常会伴随我们一生 小的时候上学 老是让每一个人 都写一句自己喜欢的话 当座右鸣 你们都写过吧 我小时候吧 怎么说呢 就是多多少少 有一点缺心眼 别人都写什么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还有学鲁迅 写一个枣子 我写的是 快乐大本营 天天好心情 那老师都气坏了 给我妈打电话 说你家孩子 写的什么晚上 快乐大本营 天天好心情 妈说呀 这孩子还好笑了 他咋不写啦啦啦啦啦呢 那老师都懵了 你知道没见过这样家长 跟我妈说 你少给你家孩子 看点电视吧 我妈说对不住了 老师 我家房子太小了 老师说 这跟房子小 有什么关系 我妈说 那房子小吗 那电视吗 那我想看 我妈是不是挺呐 我妈可太呐了 但这个事 被我爸知道了 我爸一下 就没有好心情了 哎呀 就开始呢 试图给我讲一些 名人事迹 把我拉回正道上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回 我爸给我讲 麦哲伦 人类环球航行第一人 真正的转圈大王 说这个麦哲伦呢 人家从来不自满 每到达一个目的地 都要重新启航 永远都在路上 我听完 我就备受鼓舞啊 我就跟我妈讲 我妈一听也可高兴了 对对对 麦哲伦永远都在路上 她死路上了 你们知道这个事 给我留下了 多大的心理阴影吗 就以至于 后来有的朋友跟我说 她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我说你知道麦哲伦吗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个屁啊 她死路上了 但是后来呢 就是我妈也会给我讲一些鸡汤 然后我就说 你不是最烦鸡汤吗 那怎么的 五十来岁 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呢 妈说没有啊 我说怎么没有 当初我爸给我讲麦哲伦 你说人家死了 妈说那你误会了 我也不是烦鸡汤 我就是烦你爸 所以说呀 这个人生道理呀 听是一码事 你必须通过生活实践 才会知道这句话 到底有没有道理 比如说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说了这么大一堆话 就狠狠地反驳了一个著名的人生道理 人痴而死 不会变哑了 谢谢大家 我绿情